滨州民政党宣传主任王旭棱 促请国大民族研究所教授张国祥 勿对华裔及华校生做出片面评价 并建议他多与全国各地华校毕业生交流 以获得更全面的认识 王旭棱是在一份文告中 回应张国祥指责华校生只擅长母语 却不太聪明的言论 他以滨州前首席部长丹斯里徐子根为例 指出徐子根博士是华校生 但精通三语能够流利地在华语 英语及马来语之间转换 除了徐子根博士 我身边还有许多华校毕业生 同样精通多种语言 能够流利使用英语和马来语 他认为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反驳张国祥对华校生的轻率评价 王旭棱强调 作为学者 张国祥应以科学态度研究问题 而非以偏概全 他指出华校生多语能力 展示了其坚韧与学习能力 国内外表现出色的华校毕业生 已证明这一点 他也表示 张国祥忽视了 我国复杂的多元教育环境 其言论带有偏见 每位学生掌握语言的速度不同 但这不代表他们不聪明 反而证明了多元教育的成功 他补充 当今世界对多语能力的需求与日俱增 这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王旭棱呼吁社会尊重 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 避免散播语言歧视或刻板印象 继续支持多语教育 巫统候选人赛福星今日指出 竞选团队的分析显示 只有投票率达到70% 才有较大机会赢得马哥达州席补选 他坦言 若投票率仅有55% 而国盟的支持者更多 那我们可能会输 赛福星在与马哥达区 非穆斯林宗教组织代表交流时 再次呼吁选民 特别是身在外地的选民 尽量返回家乡参与投票 他补充说 竞选团队设立了18个竞选中心PDM 针对不同区域选民的数据 进行分析并得出预测 赛福星提到 很多年轻选民居住在吉隆坡 新加坡和新山等地 若他们无法回乡投票 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 他警告 如果国盟胜出 居栏将成为在野党控制的地区 进而带来不利影响 赛福星期望与当地各族群 及宗教团体建立和谐关系 并准备好为民服务 他承诺 如果成功当选 将竭尽全力为这些团体 提供协助与支持 此外 赛福星透露 他的父亲在提名日前两天去世 但他迅速完成处理丧事后 马上投入竞选活动 每天仅睡4小时 全力备战选举 尽管土团党宣传领袖 巴德鲁西山指控赛福星 涉及刑事案件 留下案底 但警方昨晚发文澄清 相关案件已被总检察署 指示采取无进一步行动 NFA处理 赛福星并无犯罪记录 居栏警区主任 巴林助理总监在文告中表示 经查证后 名为赛福星的个人 并没有违反1969年罪犯 和不受欢迎人物注册法令 第7号法令的犯罪记录 巴林进一步指出 案件此前已提交至总检察署 调查结束后 被指示不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 任何相关人员也未遭到指控 他呼吁各政党在竞选期间 保持健康竞争 不应利用宗教 皇室或种族问题 或散播虚假信息攻击对手 巴林也提醒公众 不要轻信未经证实的谣言 或传播虚假消息 警方将对任何可能引发 公众恐慌的言论 采取严厉行动 此外 柔佛乌清团团长诺阿兹林强调 国阵候选人的临选过程非常严格 绝不会让有前科者代表出战 他指出 如果候选人有犯罪前科 巫统总部早已窒息 领袖们绝不会考虑 这样的人作为候选人 诺阿兹林在接受阳光日报采访时 进一步说明 候选人的背景调查 会经过多个执法机构的严格审查 包括警方 反贪会 税收局 破产局 移民局和法庭 确保候选人的清白和诚信 他强调 国阵确保所有候选人 都符合法律要求 避免任何有不良记录者参选 针对旅游部长张庆幸 此前曾表示 若选民投票支持国盟 可能会导致短裙 只能挂在家中 普团党美丹花园区 州议员阿飞夫挑战张庆幸穿短裤 前往马哥打州一席 并出现在任何一家咖啡店或肉骨茶餐厅 以证明穿短裤会因此倍感 阿飞夫昨日 在国盟的一场政治座谈会上指使张庆幸才是发表涉及 三二课题言论的人士 并挑战团结政府是否有勇气对张庆幸的言论采取行动 我挑战他明天穿着短裤来马哥打滴任何一家咖啡店见我 甚至去肉骨茶店我也会到场 我想告诉大家 不要指责我们种族主义 你们才是种族主义者 他还指出 国盟执政期间 各族人民 包括马来人 印度人和华人 都得到了平等的对待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获得了相应的援助 他批评张庆幸的言论恶毒 无理 破坏社会和谐 并呼吁马哥打州选区的选民 在即将到来的补选中 用选票表达对张庆幸言论的不满 拒绝支持国阵 拉斐夫也提到 张庆幸似乎不了解 一些特定场所确实有着装规定 如酒店 学校或高档餐厅 要求顾客遵守基本的穿着要求 如果有人穿短裤或不穿鞋 他们可能会被拒之门外 首相安华表示 他随时准备申报个人资产 并强调这是领导者应树立的榜样 他是在宗教中学建校计划动图理上致辞时 针对国盟国会党 编达及邮丁布满政府 在拨款谅解备忘录中 要求他们申报资产一事 做出回应 安华指出 如果有人要求我明天申报资产 我会立刻照做 尽情审查 这是领导者应有的责任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如何作为人民的榜样 提升伊斯兰地位的方式之一 就是通过良好治理 他指一部分人 对申报资产的要求 表现出愤怒的情绪感到不妥 如果你没做错事 为什么害怕申报资产 此外 安华还重申政府 对打击贪污和滥权的承诺 撑过去的审查中 许多项目都存在资金流失问题 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何繁荣 损失往往达到 数亿甚至数十亿令吉 他强调 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清除腐败 确保国家资源不再被滥用 声援 诚员